级约挣几千美刀 他刚够他生活开销 勒紧他的小荷包 牙有病他就往回撩 他那个美国房租还得交 你回来你还往死逃 是不是 我说考研 对不对 哎 你好 来 陈先生 哎 你好 我能请教你 就是国外的牙科是什么样啊 国外牙科什么什么样 就是我这边是自己开诊所 然后最近总结这些国外回来的这些患者 我就跟他们沟通了 国外好 国外好 他们回得上你那看 不是 不是 他现在吧 就是我有两个误取 一个是他们 刚回来跟我来说 他们国外怎么怎么好免费医疗的时候 我以前不太懂 看完你直播了之后 然后我就跟他们对话 我就说你那都是什么白卡 他一说 我说你那不是免费的吗 你也看不着啊 免费也好付费也罢 牙显是另算的 就是你像什么 我这边有好多国家回来 他都是 然后我就比较惨疑 那你回来上我来看 然后还整的最便宜的 一跟我说 就是比如说他在那边制两颗牙 在我们这边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 他跟我说 他在说得花将近两万块钱人民币 美国 你怎么拔牙不往里想吗 就逛制 他说逛制 然后回来他说要向根管 根管还啥 根管牙冠 就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的话大几千 美金 那还真是 拔一颗牙八百 这算是华人里面 华人诊所里面比较便宜的了 八百 对他也是说华人那种小黑诊书 小黑那种比较便宜 拔一颗八百美刀 那么贵啊 那就是 我今天跟你请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现在回来 有好多都是一些朋友介绍的 然后他肯定是 我跟他们沟通吧 还有的时候费劲 你跟他说话就像有点搭不上频道 他来那卡巴卡巴瞅着你 然后后来就直接就都是跟朋友说 那我相信你 你给我推荐 这个玩意一下就有的时候给我难住了 你说你个国外一整告诉我 这个什么没道啥的 我怎么给你推 我觉得我推了 我那个普通老百姓 一先来回钱一刻的 然后他还觉得挺贵 他要等最便宜的 我先给你 我先给你那个啥 我先套个爸说 我家从我爷那边都是牙科 我骑鼓 我骑鼓撒大了 连我爷我奶什么 都是牙科 全家都牙医 但我这个爸说 你们这种学牙医没好人 你们多宠呀 我说白了 一到你们诊所去了以后 那上去以后 我给你学一下你们家前台小姐说是像牙的时候像的 先生你好 这个是你看一下你想像哪种牙 这种是德国产的 你可以看一下摩擦面 看这个抛光 这是属于跟我们这个 跟我们这个 这真的牙是属于极其的像 而且是德国工艺 大概你也懂的 这个是日本的 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日本这个也是不错的 这个我看 爸扔那边地上 国产你自己去捡去 国产的 狗都不要 真的你扔地上狗都不要 你们家门口 你们家门口那个推销牙的那个小姐 那个一提到国产的就好像那麽 谁给你是把铅笔绝折了 谁给你拿铅笔当个牙屎 就属于整那个厨 死吧死吧 那不是那么夸张 我没见过是咋的 就是你想我是自己干 我作为老板 他肯定来 我不能那么干的 回头来到时候没法面对呀 没有那么夸张 你这个首先你这个学历 你这个学历和职承 你出去国外人是不承认的 你不用想 你不用想你出去的事 他们是一个什么水平 你像那天前两天来一个这个朋友 他是个美国回来的 然后就跟我聊 他让我给推荐 你说我怎么推呀 就是你比如说普通中国的 普通老百姓 你像我这边是辽宁 他可能大概一颗牙 就是一两千块钱 我这就是中党水平的 人数 一颗牙一两千 那是标准价 对 我说咱这边的老百姓 你要说我这个概念 我就这么推 然后贵一点三四千一颗 可能是有好一点的 然后我会朋友害得给打打折 但是他回来了 他们到美国是这样的 田径赛马制度 到美国 你上来说三四千美金 他指定不敢问 再好的有没有了 再好的就两三万了 美金 他指定是不敢问了 我一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我都说 我一颜的一个洞伴 因人而异 他上不封顶 多钱都有 然后他让我推荐吧 我就有点摸不住脉了 你说一整个 如果他一个月挣几千美刀 你说我给你推个好一点的吧 然后他可能他还不太舍得了 老百姓已经干了 哥们一月挣几千美刀 他刚够他生活开销 他勒紧他的小荷包 他就抓紧 他牙有病 他就往回撩 他那个美国房租还得交 你回来你还往死逃 他肯定是现实的 他挺挺挺挺 我要考研 对不对 他现实挺难 他现实挺难真的 他一直还跟我说啊 他们那边有保险 不花钱什么的 我就找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保险不含压抑 明白吧 就是隔美国 隔美国就是除非你公司 隔美国除非你公司极其扭逼 否则保险不包含压抑 死个人冻死打子了 我还正就顺手问 顺嘴问了一嘴 他们就是在那边打工 你说什么 这两年那边都退中一局 他打工有个屁保险 那个保险他那牙才管 什么根管治疗 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可选的 你可以选择给他拔了吗 对吧 你要保险包 可以拔了吗 你拔他得了呗 你整个老根管治疗 这边埋个根 明天套个牙罐的 你又考词的又这个那的 你干啥给你报啊 你全要最好他能给你报啊 在我那天我看到 就是一个视频 也是那个什么加拿大 就是一个妈妈 他家孩子就是六岁左右 去那边看牙 在我们理解为 那就是堵一下 就是小虫牙呗 但是那个我看他发 那个可详细了 就是那边的大夫 直接告诉他 你这不行用一换 将来又什么得癌症 又进脑袋 容易死的 就直接拔 小孩直接给拔了六颗牙 拔蒙比了都 正常 整那么样吗 正常 正常 隔美国 隔美国 隔美国讲话了 他确实整停写 而且有一定道理 我上美国 我那天 那是直播吗 回来之前 你们忘了 我直播完了 我说不行 我得去洗牙去了 我坐那块 不就洗牙吗 我那个牙根 这牙根这有点好 抽烟喝可乐嘛 完了 我说我得去洗牙去了 洗牙座那会儿 肥群我带好了 钻都打开了 咔咔的准备开始洗了 怎么样啊亮仔 最近有什么病啊 没病心脏打啥支架 哎呦 oh my god 你搭窝 去找 去找他先 91医生 把心脏打支架了 心脏打支架起来起来 暂时出去 去让你家庭医生 给你抽个表 说你能洗牙再洗 不是 我说我心脏打支架 跟洗牙有啥关系啊 洗不了 洗不了 到时候你那个血液 什么感染 有说法 勾引你 我说到现在 他没洗上 我洗个牙 到现在没洗上 我因为心脏打支架 到现在牙没洗上 听懂 他确实整挺邪乎的 不是 你就是国内也会说 说得比较全面一点 但是你像大夫 比如说我们给你推荐完了之后 一般家长 他肯定是百度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他肯定得全问一下 甚至多问两家 你一到别人家 别人家就说 你这赌票就行 花个几十块钱 百八十块钱 一刻就完事了 他不可能把 没人那么推荐 那边不会吗 不是 他是这样的 他的计算模式不一样 你干的活 你敢百分之百 保证他不出问题吗 你敢百分之九十九肯定 你就敢干 对吧 百分之九 你有九成法 你就敢干 这是你的初始默认为啥呢 基本不出事 在美国干这个活的时候 他会以基本出事 这个角度 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 我就不干了 就是所有的议员 都有这个套路 对 他都到这套路 因为他甩锅制 他是 美国在那边是甩锅制 只要你有这个风险 你有这个东西 我是不给你当过的风险 你爱到哪里 你死外面跟我啥关系 你说现在牙疼不行 不行 叫你医生 说完了再完了 那比如说这个妈妈就说 那我的孩子就赌一下 不行吗 那我确认没什么事 确实是 以你经验看的话 这么大孩子 你就敢赌 但你敢百分之百肯定 他没问题吗 对吧 你九成九成把握 六成把握 你都敢干 你到美国 他有一成风险 他就不敢干 他看的是风险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责任 他能不能受得了 说白了 你给国内游戏 咱东北 你牙整完整完 稍微整好 你再回来给 稍不稍不 稍便宜点 然后咋地 就拉倒了 大家也互相不那么啥 你到美国那 他不是 他跟你争跟你做 他跟他 他们不轻易 不仅要问 但凡一个不仅要问 你要隶属哪个公司 他归属哪个保险 啥哪个被整好 那正经是 正经是大数字 要出大事的 那你像我们 就是上医学院那时候 当时学习 我们可能在这个行业中 大家也都是 你得人心人数 做医生 得有医德 那你要这么说 那边的大夫 是没有这个概念 医德 我现实哥们 我实名举报 我现实哥们马克 下班电话 严筹跟着想的 不接 那科医生 我实名举报 我们跟着打 烙撒失落方舟 我们跟着打 失落方舟 他手机嗡嗡跟着震 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 算不理他 医院 光光 跟着打副本 打吗 后半夜电话 他都不带回 他接都不接 看美国那算主流 正常 什么医德 有个屁医德 唠什么医德 我下班 给我唠医德 你打副本 你给人唠医德 你多没品德 对不对 不是扣马克 我现实哥们 就我回来之前 我不跟你们看过吗 我老吃饭 出去吃饭 那个医生 我看怎么 在C说 祖圣师吧 好大一个祖圣师 你说我就是 比如说我按照这边 老百姓推特这种顾客 是可以的吗 就是比如说 一线来无钱 对 而且这个技术 这东西还确实不是第一次 我对说 他女儿 他女儿 他要把旁边牙 因为他有祖生 就是他有祖生纸 要旁边拔好几颗 才能把它拿出来 咱国内不是一种拿凿子 把里边 棒棒 敲碎 劈碎了以后 拿刹出来 老外没这两下子 老外要看着说 你把这个旁边牙 你要没拔 你单独把组成纸 你说给敲碎拎出来了 老外都得 就是直接 戴着口罩 给连伍 说的啥不可思议 Oh my God 就沾点 Oh my God 就咱国内牙医的技术 很牛逼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我六姑就牙医啊 所以一天拔四颗 一天拔四颗 那个致屎 一天给四个致屎 全拔他了 后面有祖生的 拔不出来 给那个牙直接 拿小凿子 帮上劈碎了 一瓶低了 另外一瓶单独扣出来的 你这扔国外 你要扔给正经 国外牙医 你要听说 No way 真的我不骗你 真的是这样的 国外美国 有没有领先的牙医技术 确实是有的 但是绝对尖端那种的 普遍应用级别上来讲 跟咱们90年代诊所似的 我真不骗你 跟咱 就是你国外的牙医诊所 什么了 小的进去看 跟咱们 跟咱们家90年代 2000年 那个牙医诊所 用的设备 啥都一样的 你看这 现在不在外面 就学这个的 真的 你可以去聊一下 国外的技术 其实不比咱们前进 但只是你要 你要作为一个牙医来讲的话 你说国外 这都能收这些钱 你别看那些钱 人开销也大 对吧 别折人民币 对临床特别少 很多国外 国外很多老的医生 甚至快退休的 他对某方面的病疾病 就是常见病的疾病 临床经验 甚至还不抵 咱加个30来岁 主治医师的 这个临床经验高 我们是这样的 学术领域造诣 它不见得是最高 但是临床全球利益 我们的医生 国内的医生 任何科目的 对吧 国内 国内牙医症的也多 现在牙医也贵 对不对 我这是最开始 我行的不行 我去做个贴片 后来人去了以后 你讲话 你们这些牙医 你原谅我这个人 就是这样 就喜欢把你们带入 觉得你们这些牙医 我这牙这个贴片 人家还说行的 你过来给你鼓个价 哥们你告诉我 我有没有做贴片的意义 嗯 那看你个人需求 你这牙挺齐 如果非得说上镜头有白的 非得有的要求 那就是另一码事 看见没这牙医嘴脸 那牙医没一个好玩意儿 你怎么一口人 哈哈哈哈 那不一样 哪有好人 就是我牙这样的人 我来做贴片 还看你个人需求呢 那讲话 现实当家里 麦大哥一张嘴 下入一下大言之理出外进 下入长个那植物大乱经 时怎么地刺 一说话 大头鹰 我问你 我怎么怎么 那人的书 那妈蛋的牙子拔 整个嘴缝上得了 在侧面开个口 你普通老百姓是没需求 你像我这边 我那换这小女孩 她是学比较矮戏的 那她如果要是拍一些电影什么 她现在竞争很卷 所以就大家都得给你 把四斤 都得说明明白白的 反正我心目当中 我喜欢的牙医是啥样的 你这牙不能做 你这牙不能做 去 那个你别干个扯 你不用做 你回家去吧 我喜欢这种 我不喜欢那种 我得跟你说清楚 弊端的 反正你要非得做的话 可以做 因为这东西有利有弊 咋地 说白到最后 你还是想挣点钱 有必要没必要 你想挣点钱 你就说话 你做不做吧 你要你老是听着 你要你老是听着 我得雷你 我老是给你抓疯独献去 我老是我奶 你抓疯独献去 下去吧 下去吧 给你抓疯独献去 过来这正好是到日子了 七月十五给你抓 面签 二十八的 有需求 我很讨厌医生给你这种需求 就不用就不用 你非得要用 我不知道我非得要用的意义是啥 我不跟你说 那你愿意扔 我不能说来买磨磨磨吃土 你说白了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哪个区域 封都县天地银行